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遇到狗姐 我说你会吗 我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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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这儿 他应该不让开 肯定鼓都还不让开 比较好 再吃点 好吃 压口不及了 你肯累了 给这个扭扭一下 过来再扭一下 先扭这个椅子 挺累的 过来 你还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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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师兄你有什么话了 咱还不知道到底怎么转呢 一圈一圈 就转成这样 一圈 那一圈就算不错了 来 长得一个像淘鲜 那个的 发不信都这样 嗯 阿拉斯加淘鲜 表瑞 嗯 还能再长 这个应该是以后 能长成最胖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 哈哈哈 给泡沫的微品 嗯 潜了一圈 一圈 对 一圈 这儿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自于是 大家好 我是大硕 今天给大家看的小家伙 大家伙了金虎 很多家人们应该也都知道 就是金虎刚来咱们小院时候的样子 身上皮肤病特别严重 这一块那一块的 而且当时它的毛也是有的地方都已经快掉光了 再看一看现在咱们金虎变化大不大 看是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大小伙子了 而金虎他性格倒还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还是非常活泼非常粘人的 所以也是想跟所有养狗狗的朋友们去说一下 就是不要说因为狗狗身上有一点问题了 或者说感觉这个小家伙得病了 怎么样的就不想去管他不想去要他了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有一些耐心 你好好的去陪伴他们去照顾他们 每一个毛孩子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天使 也是希望咱们小院里面的狗狗也能像金虎一样 能够越来越健康也能够越来越帅气 感谢观看